你把APK把它改為點VIP 也可以打開來 裡面東西也都可以看得到 那你就可以把裡面的東西稍微了解一下 它這個結構 Java檔裡面是什麼東西 另外如果你覺得還不夠的話 我教各位一個方法 網路上有太多這個 Java的資源 比如你打一個什麼 遊戲 空一個Java 搜尋一下 網路有 以前有太多那個什麼 那個Java可以用的手機 然後網路上有很多小遊戲 那個都可以找得到 那你就把那個Java download下來對不對 然後把它rename成VIP 然後看裡面有很多class 然後又把它打開了你就知道 它的城市怎麼寫的 怎麼寫出來的 不過有些城市它太複雜了 我看你們的功力可能 還不到那裡 所以 這個也是一個方向 因為 網路上那個Java的資源太豐富了 可是就是很多人 因為 那個 基礎工沒打好 所以即便給你 所有的source code給你 你恐怕你也沒辦法招架 因為你根本連看都看不懂 所以你為什麼要打基礎 就是 把那個打基礎 如果說 你要學的不是一直是死記很多東西 你就是要去搜 然後慢慢慢慢摸 然後把人家的東西 通通通通通通通都 就是參考 參考參考 加上自己的創意下去 就會有個新的東西出來 那這個裡面就很多的商機 很大的商機 OK 那這裡的話提供給各位參考 你看這很多嘛 什麼免費的 Java Java遊戲下載 整個全部都是完整的 OK 提供給各位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謝謝